大家好啊 有人留言啊 说这个G20和这个F22你说的不对 说是这个美国战机 棒棒 这个不服啊 咱们就让他再服一把 不服不行 怎么不服不行呢 咱们用数据说话 我就跟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那么这个G20和F22 美标第四代 这是美国标准第四代引行战机 中国标准第五代引行战机 咱们比一下 咱们一个一个比 这个4S嘛 一个一个比 那么大多数战机是 具备一个 咱们一个也比什么 先比这个巡航 超音速巡航这个S 那么具备超音速能力 就是大多数战机 都是具备超音速能力的 那么五代机 它的标准是能超音速巡航 那么 其他战机也能啊 但是时间很短 那么它关键在哪呢 发动机要加开力 加这个 要开这个加力 那么可以实现这个超音速 但是一般的战斗机 只是超音速 很短时间 就为了摆脱 然后就 恢复正常速度 那么 任何战斗机呢 超音速飞行时间都不会很长 说出来 就说 也就是几分钟啊 几分钟而已 那么 对于这个航空发动机的 延寿和降低故障率 绝大多数战斗机 在飞战斗状态下是 0.9马赫 叫高压音速 或接近于1马赫的速度在飞行 这是它正常速度 那么超音速巡航呢 美国人先体会的 是这个啊 它的这个四代机F22以后才有的 那有了隐形战机啊 所谓的4S标准 就是这个超音速巡航啊 其中的一个S 那么 它这个4S指的是什么呢 机动性能啊 超音速巡航啊 超强的隐身能力 还有是超视距打击啊 就它雷达 那么 美国标准定呢 美国人定的标准 但其他国家啊 发展隐身战机的时候 也是立足于 自己的这个啊 实际情况 美国人所谓的这个4S标准啊 只是啊 参考并不是这个啊 并不是一定的 嗯 也就是说啊 主要还是为了击败对手 那么按美国人标准啊 咱们现在按美国人 你就是你不服吗 对吧 咱们打服你啊 按你的标准 4S投用啊 那么真正具备4S标准的战斗机 F22啊 他说的所谓的真正具备啊 4S标准的F22 都没有啊 完全达标啊 大家要明白 F22也没有达标啊 4S 为什么呢 因为4S标准中啊 超音速巡航 F22啊 达不到 F22啊 达不到连续超音速飞行啊 只能勉强超音速啊 状态下飞行不足30分钟 大家要记住这个数字啊 F22超音速巡航 只能勉强啊 维持不足30分钟 因此呢 全程具备超音速巡航的飞机啊 几乎没有啊 现在世界上没有 隐形战斗机中的4S标准 所谓的超音速巡航实际啊 就是一个噱头 就是告诉你啊 这个多牛逼 实际他办不到 他也就是比普通战斗机啊 多这么十几分钟 他不到30分钟 也就是别的战斗机几分钟 你不到30分钟 也就是说你所谓的 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 大家知道超 这种超音速情况下 多一分钟 那就是几百公里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他摆脱可以啊 他可以摆脱 就是换句话说 他可以1000公里 这个范围内可以加速摆脱 所以他所谓的就是 超音速巡航 其实他也做不到 全程超音速巡航 他只能做到不到30分钟 超音速巡航 F22 那么美国他提出的超音速巡航 指战斗机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 能够维持在1.5马赫以上 进行超过30分钟超音速巡航 那第四代隐形战机 就是美国啊 美国这个第四代 就是中国的五代啊 F35最大飞行速度啊 只有1.6马赫 实际上呢 在飞行过程中啊 太笨重了 他这个单发啊 他是单发人 单发引擎 F35达不到这个速度啊 也不要谈什么超音速巡航了 他只有1.6马赫 他根本就啊 不可能超音速巡航 他只有单发 也就是说啊 机动性啊 也不存在 那么 但是美国你看到吗 他仍然是把F35这种啊 不达标的飞机也是标为四代隐形战机啊 就是噱头 所以你你们这帮美吹啊 也好啊 这个美分也好 你想一想 他是不是达标了 然后再谈 你确实没达标 但是你还是把它列进去了 什么原因你自己想啊 吹牛逼吧 那么咱看歼20啊 歼20能否达到超音速巡航啊 咱们看一下 那歼20啊 首先选的是这什么 首先 他是比这个F22更晚一代啊 更晚研发的 那也就是说 他所有标准都是针对你的F22 F22 F35 那他更符合中国的空中啊 空中这个战力的这个需求啊 超机动性啊 超音速巡航能力啊 这都是啊 这都是中国啊 主要针对的 就针对你不能超音速巡航 我肯定是针对要做了 某些啊 改进某些研制 所以说呢 中国啊 歼20啊 除了在这个啊 超音速巡航方面啊 向美国这边对标一般 还有什么 信息啊 大家一直听取 就是四代机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标准 就是在这个信息化程度上啊 信息化程度上 中国是什么 是晚于这个 就超时机打击能力啊 要强于F22 中国是晚于F22研发 中国研发啊 歼20的时候 中国的电子信息设备 还有世界这个潮流 已经和啊 F22研发的时候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中国的电子设备 完全是啊 电子信息化设备 作战能力是完全超过F22的 F22已经停厂了 他无法再 无法再 再更新了 所以中国的优势什么呢 在信息化战争中 中国的优势就是在这个啊 在这个战场感知能力啊 信息获取能力上 那么 这是啊 全面超过啊 现在的F22 也就是说我可以先迪发现 而且呢 长续航 长续航 速度快 呃 你是能跑30分钟 但是你是先被我发现 你能跑过我的霹雳15导弹吗 是吧 所以这 这个是本质啊 你还是F22遇到 歼20啊 只有被追打的啊 只有被追打的份 所以这个 不是我说 中国的歼20飞行员 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 亲口承认啊 追打F22啊 中国的啊 歼20飞行员 不会当着媒体面撒谎 这可以告诉大家 中国就没有这个撒谎啊 没有撒谎的这个传统